奇葩老外最近疯狂迷上了丢手机 自制了一个最强果冻包裹手机 从50米高直接抛下 原本以为会碎成渣渣的 可这果冻在地上弹了几下 居然把手机保护得好好的一点事没有 于是又拿了块巧克力做手机壳 同样从50米扔下 这慢镜头下砰的一声 看着都觉得肉痛啊 可拿起来一看 我丢居然还是完好无损 屏幕亮晶晶刷到飞起 于是更加开始放飞自我 又拿了超多气球来霍霍 这套手机的方法也是相当有个性啊 楼顶抛下听到啪的一声 脆响也不担心 可这翻过手机一看 顿时就不淡定了 手机居然爆平了 赶紧把气球都给扒拉掉 哎呀我去 整个屏幕都成了雪花状 这回可是玩砸了 后悔都来不及了 可小哥还是不死心 又想要拿棉花糖来造作 看看从30米扔下会发生什么 咔咔的就把棉花糖都粘了上去 手机瞬间就成了个巨无霸 看着还觉得有点威风呢 倒数三秒后直接扔了下去 很快就听见蓬的一声巨响 看手机一点划痕都没有 还能拍照呢 也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见读诗广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感兴趣的观看 比心